在宗教里信主的时候 我只知道犯罪了 就求主赦免 有难处了 求主帮助解决 认为 只要能守住圣经的字举规条 再凭热心为主撇气花费 就以为自己信主信得好 是最爱主 最忠于主的人了 等主来的时候 我肯定能被替金天国人 直到接受全能神的末世做工后 我看到全能神的话说 难道信神 是世上最简单的事吗 难道信神的含义 就只限于多得恩典吗 难道信神却不认识神 信神却抵挡神的人 就能满足神的心意吗 尤弟兄 你试试亮不亮 看您被抓了 亮了 这在山洞里点着灯啊 照亮人聚会 挺好 这中共政府太闲了 把咱们给逼掉 这聚一次会就得换一个地方 是啊 牧师长老还配合中共政府抓捕咱 不让咱们信全能神 门都没有 是 尤弟兄 赵弟兄 上次聚会我们提到什么是真正的信神 该怎样信神才能蒙神称许 这个问题还没来得及交通 中共这帮魔鬼就把聚会给搅了 可是 今天啊 你们再给我们交通交通吧 是 好 感谢神啊 到底什么是真实的信神 怎么信神才能蒙神称许 这个问题啊 太关键了 是 这个是直接关系到 我们信主能不能达到蒙拯救 今天国的大事啊 是 以往咱们信主 只注重为主劳苦做工 就为了到主来的时候 能进天国得赏赐 现在大家都已经认识到了 这是错误的信神道路 在宗教里 没有人能知道什么是真实的信神 到底怎么信神才能蒙神称许 这些问题啊 没有人能看透 是 末世基督全能神 把信神的一切真理奥秘都打开了 到底什么是真正的信神 全能神的话呀 说得很清楚 咱们先来看两段全能神的话吧 请翻开第一页 全能神说 虽然很多人信神 这就难怪 这就难怪所有不认识神的人 都是糊涂心了 人对信神的事 人对信神的事不求真 那都是因为人对信神的事太生疏 太陌生了 这样 人与神的要求就相差好远了 也就是说 人不认识神 不认识神的做工 不认识神的做工 就不能达到何神使用 更不能达到满足神的心意 信神就是相信有神 这是最简单的信神的概念 进一步说 相信有神并不是真正的信神 而是一种简单的信仰 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真正的信神的含义是 人能在相信神是万物的主宰的基础上 来经历神的说话 经历神的做工 达到脱去败坏性情 满足神的心意 以及达到认识神 这样的历程才叫信神 但人往往把信神的事 看得很简单 很轻浮 这样信神的人 就失去了信神的意义 信到最终 也不能得到神的称许 因为其所走的路不对 那些到如今 仍是在字句里信神的人 在空洞的道理里信神的人 他们仍不晓得 自己并没有信神的实质 并不能获得神的称许 仍然在祈祷上帝 保佑他们得着平安 得着足够的恩典 不妨我们都静下心来 好好想想 难道信神 是世上最简单的事吗 难道信神的含义 就只限于多得恩典吗 难道信神 却不认识神 信神却抵挡神的人 就能满足神的心意吗 请再翻开 七百七十五页 我来读吧 好 全能神说 你若认为信神就是受苦 或为神做许多事 或肉体平安 或一切都顺利 一切都安逸 这都不是人信神该有的目的 你如果这样信 那你的观点就不正 你根本没法被成全 神的作为 神的公义性情 神的智慧 神的说话 神的奇妙难测 这都是人该认识的 借着你的认识 除去了你心中 个人的要求 个人的盼望 个人的观念 除去这些 才能具备神要求的条件 借着这个 你才能有生命 才能满足神 信神就是为了满足神 活出神所要求的性情来 使祂的作为 祂的荣耀 借着这般不配的人 显明出来 这是你信神的正确观点 这也就是你追求的目标 信神的观点摆正 追求得着神的话 吃喝神的话 能够活出真理 更能看见神的实际作为 能看见神在全羽的奇妙作为 也能看见神在肉身中 做的实际的工作 借着人的实际经历 体尝到神在人身上 到底是怎么做的 祂在人身上的心意是什么 这都是为了脱去撒旦败坏的性情 脱去了你里面的不洁不义 脱去了你不对的存心 对神产生了真实的信 这样有了真实的信 才能真实地爱神 在相信神的基础上 才能真实爱神 你如果不相信祂 能达到爱祂吗 你既然信神 就不能糊里糊涂 有的人信神 一看得福 祂的劲就起来了 一看受熬炼 祂的劲就没有了 这是信神吗 信神最后达到 在神面前百依百顺 你信神 如果对神还有要求 还有许多宗教观念放不下 个人的利益放不下 还追求肉体得福 让神拯救你的肉体 拯救你的灵魂 这都是观点不正的人的表现 信仰宗教的人 虽然信神 但不追求性情变化 不追求认识神 只追求个人肉体利益 在你们中间 许多人的信法 就属于宗教信仰 根本不是真实的信神 人信神 得具备为神受苦的心 与舍己的心志 不具备这两条 不算信神 也没法达到性情变化 真正追求真理的 追求认识神的 追求生命的 才是真正信神的人 刚才读了几段全能神的话 大家听完了感觉怎么样啊 亮灯 心里是真亮灯啊 全能神的话 把信神的真理说得太明白了 听得真是心服口服啊 我信读这二三十年 可以说还真不知道 什么叫信神啊 是啊 我们读了全能神的话 就明白什么叫信神了 这可真是太好了 全能神的话 的确就是真理啊 怪不得那么多人 一听见全能神的话 就信了全能神了 全能神把信神的真理 奥秘都揭示出来了 这个事实 大家都看见了吧 是啊 许多人信神 但不清楚 什么是真正的信神 也不认识神的做工 更不认识神 这样的信啊 就属于糊涂信 永远都得不着神的称许啊 是啊 全能神明确地指出了 信神的真实含义 真正的信神的含义是 人能在相信 神是万物的主宰的基础上 来经历神的说话 经历神的做工 达到脱去败坏性行 满足神的心意 以及达到认识神 这样的历程 才叫信神 是 是 全能神把信神的真理 说得太清楚了 是 人信神 实际上就是信神的话 就是实行经历神的话 经历神的做工 这样才能达到明白真理 达到对神有真实的认识 是 这才是真正的信神 阿们 感谢神 这么一教终咱们明白 在宗教里 人只讲怎么为主做工 为主受苦 却不讲该怎么实行经历主的话 所以啊 信主多少年也不能明白真理 更不能达到认识神 是 人这样信神 神怎么能承认呢 主耶稣说 当那日 必有许多人对我说 主啊 主啊 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 奉你的名赶鬼 奉你的名 行许多异能吗 主耶稣接下来是怎么说的 我就冥冥地告诉他们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 离开我去吧 阿们 阿们 可见啊 人信主光凭着自己的意思 为主做工花费 却不实行经历主的话 这样的信 不但不能蒙神称许 还要被神定罪啊 回想在宗教里信主的时候 我并不注重实行主的话 经历主的做工 只知道犯罪了 就向主认罪悔改 求主赦免 有难处了 就向主祷告 求主帮助解决 认为 只要能背一些圣经章节 守住圣经的字句规条 这就是信主 再凭热心为主撇气花费 劳骨做工 就以为自己信主信得好 是最爱主 最忠于主的人了 等主来的时候啊 我肯定能被提金天国的 直到接受全能神的末世做工后 我看到全能神的话说 有许多人跟随神 只关心自己怎样才能得福 怎样才能躲避灾难 这些人跟随神的目的很简单 那就是一个目标 得福 除此之外 与他们的目标根本不相干的是 他们都懒得去搭理 他们认为 信神能得福 这是最正当的目的 也是他们信神的价值所在 如果不能达到这个目的 那就什么都不能打动他们的心 这是更多的 当前信神之人的现状 他们的目的存心 听起来很正当 因为他们在信神的同时 也在花费 在奉献 在尽本分 他们在付出青春年华 也在撇加设意 甚至长年累月的 在外奔波忙碌 话说到此 我们发现一个 人都从未发现的问题 人与神的关系 仅仅是一个赤裸裸的利益关系 是得福之人 与赐福之人的关系 说白了 就是雇工与雇主的关系 雇工的劳碌 只是为了拿到雇主赐给的赏金 这样的利益关系 没有亲情 只有交易 没有爱与被爱 只有施舍与怜悯 没有理解 只有无奈的忍气吞声 与欺骗 没有亲密无间 只有永不能逾越的鸿沟 事情已到了如此地步 谁能扭转这样的趋势呢 又有几个人 能真正了解 这种关系的危急呢 我相信 当人都沉浸在 得福的喜悦气氛中的时候 没有人会想到 人与神的关系 竟是如此的尴尬 如此的不堪入目 全能神把人信神得福的存心 与神搞交易的诗志 一针见血地揭露出来了 我这才认识到 自己信主 有太多的存心掺杂 一心追求得福 得恩典 追求得赏赐 进天国 只要能享受到天国的福分 受什么苦 付什么代价 都在所不惜 却不注重 实行经历主的话 更不追求认识神 这就导致 我的生活 跟神话真理 根本就没有关系 信主多年 对主一点认识也没有 就这样 我还以为 自己的信 是最猛主称许的 主来了 肯定会提我进天国的 我真是太不知羞耻了 神两次倒成肉身来人间 做救赎人类 拯救人类的工作 就是为了 把真理赐给人 使人能接受神的话语 做生命 脱离罪的捆绑 挟制 成为顺服神的人 我却不明白 神的心意 不追求真理 更不追求认识神 只是一味地 追求得恩典 得赏赐 就算有点撇弃花肥 也都是为了 换取天国的福分 我这哪里是在信神呢 哪里是在爱神 忠于神呢 分明就是在跟神搞交易 就是在利用神 欺骗神呢 在全能神话语的审判中 我才看到 我被撒旦败坏得太深了 太自私诡诡诈 太没有人性 纯粹就是一个 唯利是图的卑鄙小人 真不被活在神的面前 神是造物的主 人是受造之物 人信神 为神花费 天经地义 这是人的本分 是一个受造之物的职责 我却没有一点良心理智 有点花费 受点苦 就跟神搞交易 就向神要报仇 要福分 就我这样信神 却欺骗神的人 怎么能不让神厌憎痛恨呢 神怎么能容许 我这样一个属撒旦的种类 进入神的国呢 这时 我扑倒在神面前 向神祷告悔改 不管神怎么对待我 也不管我以后是什么结局 我都愿意顺服神的摆布安排 阿们 就是为神效力 我也要追求真理 尽好受造之物的本分 阿们 经历了一次次 全能神话语的审判刑法 失灵熬练 我信神的观点得到了转变 开始追求真理 实行真理 逐渐进入了 信神蒙拯救的正轨 这都是经历全能神 末世的审判达到的国效 阿们 感谢全能神对我的拯救 感谢神 听听人家信真的经历认识 这才是实行神话 经历神做工的见证了 是的 再看看咱们以前信祖 读经 祷告 为祖撇弃花费 劳苦做工 不都是为了得赏赐进天国吗 是 根本就不懂 啥叫私信祖的话 经历祖的做工 这也不是真实信神啊 纯粹就是葫芦信的 可不是吗 咱们在宗教里信主 光持守主耶稣的名 空守主耶稣这三个字 却不寻求真理 不接受主耶稣的再来 这样信主一百年 也不能脱离罪恶 得着洁净啊 是 到头来 不还是一个原封未动的老撒旦吗 哪有资格进天国呀 确实是这样 经历全能神 漠视的审判刑划之后啊 我才看到 自己真是被撒旦败坏得太深了 太狂妄自大 没有理智了 外表上看 能传道做工受点苦 也能讲点圣经的字句 背点圣经的章节 就认为自己对神有认识了 就开始高高在上 不可一世 说话做事不祷告神了 也不寻求真理原则 就按着自己的意思 在那儿瞎作乱作 尤其在对待主再来的事上 我还凭着观念想象 把神定规在圣经里 认为神的说话做工都在圣经里 圣经以外 就再没有神的说话做工了 还顽固地认为 人信主就得持守圣经 不持守圣经还叫信主吗 结果 当全能神的末世做工 临到我的时候 我不寻求 不考察 甚至还随从末世长老 否认论断 在神面前 简直狂妄地失去了理智 就我这样的所作所为 哪是在信神啊 简直就是在作恶呀 这跟当初那些 抵挡主耶稣的法利赛人 有什么区别呢 我看到全能神的话说 你既信神 就得信神的所有说话 信祂的所有做工 也就是说 你既信神 就得顺服神 若做不到这一点 那就无所谓信与不信了 你信神多年 从来不会顺服神 不接受神的一切说话 而是让神顺服你 按照你的观念来 那你就是最悖逆的人 就是不信派 这样的人 怎么能顺服神那些 不合人观念的 做工说话呢 最悖逆的人 就是存心不服神 抵挡神的人 这是神的仇敌 是敌基督 遇到圣灵新的做工 不是慎重的对待 而是信口开河 随意评价 认着自己的性子 否认圣灵工作的正确性 而且还辱骂或亵渎 这样轻慢的人 不都是对圣灵工作不认识 而且又天生骄纵的 狂妄之徒吗 这些轻慢放纵的人 又都是打着信神招牌的人 越是这样的人 越容易触犯神的行政 那些天性放荡 从不服人的狂徒 不都是走这样的路吗 不都是这样日复一日的 抵挡着 常心不救的神吗 拳头神的话 句句扎在了我的心上 审判揭露了 我信神 却抵挡神的本性实质 我感觉到 神在向我发怒 感受到神公义威严的性情 不容忍触犯 我恐惧战警 不由得抚伏在地 痛悔自己的恶行 心主这么多年 我怎么就这么狂妄自大 自以为是啊 怎么就没有一点敬畏神的心呢 当神的做工不合我观念的时候 我就随意论断否认 没有一点寻求真理 顺服神的心 我这不就是一个 信神却抵挡神的狂徒吗 我的所作所为 早就触犯了神的性情 要不是神的怜悯拯救 我早就被灭在地狱里了 哪还有机会听见神的声音 接受神漠视的审判解禁啊 感谢神的怜悯啊 我就感觉到 我真是蒙了神极大的拯救啊 阿们 感谢神啊 这时 我更加地恨恶自己 咒诅自己 立下心旨 不论神怎么审判刑法 修理对付 失联熬练 我都愿意接受顺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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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着不断地读全能神的话 经历神话的审判刑法 我明白了许多 以往信主不明白的真理 对自己抵挡神 背叛神的撒旦本性 看得越来越清楚 对神圣洁的实质 与神公义不容触犯的性情 也有了一些真实的认识 谢谢 不知不觉啊 我产生了敬畏神 渴慕真理的心 说话做事比以前低调多了 不再那么狂妄自大 自以为是了 临到时 能有意识地否认自己 寻求真理 实行真理 生命性情逐渐发生了变化 这都是经历神话语的审判刑法 达到的过秀 阿们 谢谢 现在啊 我才明白了 什么是真正的信神 明白了人信神 真实的价值与意义 阿们 这可是在恩典时代信主 永远都达不到的 是 咱们在宗教里信主啊 从来没有听过有人谈 经历神的审判 达到心情变化的见证啊 可不是吗 咱们谈的都是得恩典的见证 只要跟人一比啊 咱们太落后了 是的 恩典时代多数信主的人 都注重效法保罗 为主做工受苦 甚至做奸也不否认主名 这样信神 到底能不能达到 生命性情变化呀 不能 不能啊 能不能达到 真实的顺服神 爱神呢 这样信神信到最终 真有得胜撒旦的见证吗 真能满足神吗 神在人身上做工 让人实行经历神的话 到底是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变化人的生命性情 拯救人脱离撒旦全世 最终使人达到认识神 这才是真实信神达到的果效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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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人信主这么多年 还不能明白神的心意吗 感谢神 还不知道 神做工到最终 要得着什么样的人吗 是 神在人身上做工 难道就是让人 为神传道做工 受一些苦之后 就向神邀功说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必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吗 不是 不是 难道这就是神对人的要求吗 不是 不是 就是神的心意吗 不是 不是 人如果这么理解信神 这是不是误解神了呀 是 谢谢 谢谢 看来咱们不经历人末世的审判捷径 真是什么真理都不明白啊 是 信主也是糊涂性啊 是啊 你看看人家信神 都在经历神话语的审判捷径 都在追求真理认识神 有了得胜撒旦 性情变化的见证啊 再看看咱 常常犯罪认罪 还不知羞耻地 跟神要恩典要祝福 这哪有一点信神的实际啊 就是 跟人家比 咱真是差得太远了 确实 可不是吗 同样都是信神 这差距咱就这么大呢 看来呀 信神不接受全能神的 末世审判捷径 真得被淘汰呀 就是啊 于弟兄 赵弟兄 你们经历全能神 话语审判的经历见证 对我触动很大呀 感谢神 看到我信主多年 根本就不懂什么是信神 什么是经历神的做工 更不知道 神做工到最终 要得着的是什么样的人 只是活在自己的观念想象中 认为为主劳苦做工 就能蒙主成许 得赏赐进天国 根本认识不到 这样的信神观点是错误的 是被神验证定罪的 而你们经历了全能神话语的审判刑法 就能明白真理 能看清自己 狂妄自大 自私诡诈的撒旦本性 能恨恶自己 懊悔自己 这就让我看见 人不经历神末世的审判刑法 在宗教里信主一辈子 也不能明白真理认识神 更不能达到生命性情变化 得洁净蒙拯救啊 是 感谢神啊 通过刚才这么交通 大家都知道什么是真实的信神了吧 是 信神不经历神末世的审判捷径行不行啊 不行 信神不经历神话语的审判刑法 能不能达到认识神呢 不能啊 信神不识行神的话 不经历神的做工 能达到明白神的心意 成为真实顺服神 敬拜神的人吗 绝对不能 所以啊 接受经历全能神末世的审判工作 对于人信神达到认识神 性情变化太重要了 是 那咱们再读一段全能神的话 好啊 请翻开第五页 全能神说 人若只停留在恩典时代 就永不能脱离败坏性情 更不能认识神的原有性情 若总是活在丰富的恩典之中 却没有认识神 满足神的生命之道 那人信神 就不能真正得着神 这样的信仰 太可怜了 当你经历了 道成肉身的神 在国度时代的步步做工以后 你就会感觉到 多年的愿望 终于实现了 感觉到了 如今才真正的 面对面的看见了神 看见了神的面 听见了神的亲口发声 领略了神的做工智慧 真正感受到了 神是如此实际 神又是如此全能 你会感觉到 自己得着了很多 前人未看见 未得着的东西 这时 你会清楚地知道 到底什么是信神 什么是何神心意 当然 你若是持守你以往的观点 拒绝不接受神第二次 道成肉身的事实 那你只能是两手空空 一无所获 最终落得个 抵挡神的罪名 那些能顺服真理 顺服神做工的人 都将归在第二次 道成肉身的神 全能者的名下 这些人都能接受 神的亲自带领 得着更多 更高的真理 得着真正的人生 五感 indo by broth3rmax 不爱神的人 才是能见证神的人 才是神的见证人 才是神的见证人 才是为神祝福的人 为神祝福的人 才是能承受神应许的人 爱神的人是神的知情 是神所爱的人 是能与神同向 同向父分的人 这样的人才是 存活到永远的人 才是永活在身体 看不保守之下的人 才是永活在身体 看不保守之下的人